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 我们要让祝福在这边 怎样过幸福快乐的日子 我们就应该给他一个 什么样的空间 当初在规划历程多业的时候 我们一样秉着我们一贯的信念 我们希望 当我们打造这个空间 规划这个空间的时候 就是可以让家人 可以多一点互动 然后跟大自然有多一点连接 所以说我们规划了一个 一整层的二楼 它是有大的厨房 客厅 餐厅 大露台 那不管是小孩子放学回来 或是父母下班回来 大家都可以在二楼 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跟连接的空间 那大家可以一起用晚餐 可以大家一起过 晚间的修宪生活 也可以一起到户外 去看星星 吹自然的风 去欣赏大露台的自在 那为什么我们会去成立历程建设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这二十几年来 一直在规划设计别人的房子 可是我们规划设计别人的房子 最主要的决定前还是在业主 那我们一直觉得 其实房子可以盖得更好 盖得更适合人居住 所以我们决定我们要自己来当业主 来盖我们自己立想中的好房子 我们历程建设自力推动客服销售一条楼 最主要我们要让客户从进来我们的销售中心 到最后的前约到最后的客服 都是由同一个人来服务 而不是在每个阶段都要换不同的人来服务他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更希望借由打造一个好的幸福空间 给我们的客户 让我们的客户来认同我们的真诚跟努力 因为他的认同 他愿意再介绍他的亲戚或朋友来购买我们的房子 那经由这样一个好的正向循环 来降低我们的销售费用 那因为我们的销售费用降低了 我们可以有更大的能量 来提供给客户更优质的建材 更好的空间给客户 那我想这样子对客户跟我们 才是一个好的正向循环 也是客户跟我们所想要的